泰州 在七百年前 欧洲探险家马可波罗的眼中 是一座拥有各种城市兼幸福的小城 而在交通发达的今天 如果你想吃一只静江的汤包 也可以非常便利地来到这里 立刻就能享受到一只汤包带给你的那种小小的幸福感 泰州的静江以蟹黄汤包闻名全国 也是著名的中国汤包之乡 汤包可以是一座城市的代表 汤包也可以是一个人生活中最特别的存在 今年62岁的陶晋梁 土生土长的静江人 做汤包已经有40多年了 是江苏省汤包制作的非遗传人 和40多年来每一个工作日一样 每天清晨 你都可以看到在后厨面点调案前忙碌的他 我是70年来进店的 70年来到80年来在京江汤包 还不是什么过得在本地 只有在本地 人家回来平常 后来经过改革开放过后 远来的客人经常就过来 所以从以前的几十笼 到现在一天小就几千笼 这个数量 就是这个专家里的练乱 不可能 就算是个礼物 蓬成两层 他真的会变在简单以来 我就不练不论 吃饭的 一根本 其实是一个厨面点 这是一根本 在经过 真是同的 另外一本 大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经过感情 以前人的口味和现在人的口味有明显的不同 在80年代之前人是温饱性吃的是 现在是吃的营养 小小的汤包带来的不仅仅是美妙的味道 作用在舌尖之上的满足感 它也可以成为一座小城发展独特的见证 成为一个关于家乡味道的独特存在 在每个静江人的美食记忆中 你都可以找到属于它的位置 南北水运七首咽喉 京杭一县 未尊四成之首 这就是淮安 这里自古就盛产文人末刻 明清两代曾出过67名晋士 一百二十三名举民 十二名汉民 有近世之乡之称 文化底蕴十分深厚 庄叔叔 一个毕业于中国美院的90后女孩 土生土长的淮安人 从小生长在艺术世家 在浓厚的艺术熏陶下 现在是一位优秀的独立策展人 最近庄叔叔基本上有空 就会出现在淮安美术馆中 因为他正准备为父亲 做一次书法展 我的父亲是一位书法家 他到现在已经写了四十多年的书法 我从小耳濡目染 对书法跟中国传统文化 都有很浓厚的兴趣 因为父亲的书画展 庄叔叔正好有时间 能够在家乡 多停留几天 总难闯北的他对家乡 格外有这一种特殊的权利 每次回家 他都会去小时候 经常去的河下古镇看看 河下古镇 历史悠久 体验深厚 浓郁的文化氛围 常常吸引着各式各样的人们 而在历史文化的熏陶 不仅是诞生了众多文化名人 还保留着众多流传下的文史 而在这古镇中最为有名的 还是文楼汤包 文楼汤包历史悠久 做法讲究 口味鲜美 因此 淮安人对于文楼汤包的味道 始终无法忘怀 与普通面食的做法一样 先将面粉兑水 和成面团 然后将面团切块后 均匀压扁 接下来 就是文楼汤包制作中 最为巧妙的步骤了 擀面皮 文楼汤包面皮中间厚 两边薄 汤包师傅 需要日复一日的练习 才能掌握其中的精妙 做出合格的面皮 文楼汤包的皮 制作非常重要 湿面要薄 中间要厚 跟其他包子不一样的事 其他包子不温 都是一样厚的 文楼汤包之所以 可口鲜美 还有一个原因 是它的馅料 以蟹黄蟹肉为主 配以其他辅料 上等的馅料 造就了绝世美味 包好馅料的汤包 捏折后 就可以上锅蒸笼 经过五到六分钟的大火蒸制 汤包就蒸好了 蒸好的汤包 可不是随便就可以拿出蒸笼 在文楼里 只有汤包师傅 才可以将汤包拿出 倒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 因为只有师傅 才不会把汤包拿破 家对于每个在外闯荡的游子 都是一个温暖的港温 每次回到家的庄叔叔 总喜欢在院子里坐着 回忆着小时候的时光 畅想着向往的明天 在此时此刻 一个饱满的文楼汤包 了却的不仅是游子 对香味的思念 更是能让庄叔叔 放下一切的压力 困难 沮丧 享受着家乡美味 带来的一份安逸 一份心底的平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